人生真是像一場戲一樣 不知道大家對這句話有什麼感觸呢 因為在真正的戲劇上 不是單單在舞台上被人欣賞 有時在舞台上所發生的事情 真是人生生活的寫照 所以我們看到有時我們看戲很投入 因為那個戲真的能夠 將我們融入在這個戲當中 大家不知道看戲的時候有沒有感覺 好像看到似曾相識 有些可能自己看到某些人 或者自己的縮影在裡面 這個說話是中國人說的 人生如氣 氣如人生 西人來說有沒有這句說話呢 在英國的大文豪沙士比亞 他有這句說話 他就說全世界都是好像一個舞台一樣 在這個舞台裡面當然有不同的角色 所有的男人女人都不過是一個演員 他們出入和他們演出的時間 或者他們所扮演一個角色 或者許多的角色 都是一個反映到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大家不知道對這句說話有沒有同感 當我們看戲的時候 有些戲是很有娛樂性的 有些的戲看完之後 你會覺得很舒服的 但有些是很反轉的 看完之後很深酸的 我個人來說很不喜歡看悲劇的 因為看完之後 那個心是拿著很不舒服 可能我是太過投入那個劇情的角色 或者所發生的事情 但有些的戲劇 是可以說是很有教導性也好 或者很有啟發性的 或者有時是看到很多生活上面 家庭上面出現的問題 在戲裏面是反映出來 有時藉著劇情 我們要體會到 原來人生裏面都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看的 或者一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我們自己看到就是一個方向 原來藉著那個戲劇 我們看到是有另一個表達的方式 所以有時我們看戲 真的看到有個朋友追戲 追到不停的 追到晚上都不睡覺 很晚就睡 那當然從一個觀眾的角度來看一場戲 人生如戲也可以說到 我們自己就好像在這個戲當中裡面 成為一個角色 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在人生裡面就好像在一場戲裡面 我們自己可以說在一個劇本裡面 好像不能夠逃出來的框框 有些東西很無奈 我們就是在這個這樣的一場戲裡面 去扮演一個角色 今天很多人用這句話 就是扮演什麼的角色 我引用這句話就是講到一個角色的問題 他說生活或者人生裡面就好像有一場戲 它最重要的不是長短 而是在這個戲裡面 你怎樣去活出去演繹你這個角色 這句話原來是一個羅馬時代的哲學家所說的 是公元四年前到公元後的65年 在那個時代裡面 他都能夠可以體會到 我們可以看到自己其實是每個人 是扮演過一個不同的角色 當然可能我們同一個人 在不同的人生階段裡面 可能是扮演不同的角色 小時候我們是做人的子女 現在長大了可能是做人的爸爸媽媽 或者是做丈夫做妻子 或者在這個大舞台裡面 有些是做主角 有些是做配角 或者在一段時間裡面 你結婚的時候你就是主角 是吧 萬眾觸目 人生那時候是很燦爛 你是很多的幻想 但是當人生去到某個階段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會靜一點下來 就會從一個主角的去到一個配角 甚至一個閒角 有些人說甚至 廣東人說是一個活動的報警板 你在後面站在那裡 不需要說話的 或者人家倒茶遞水的時候 你就走過去而已 人生就是這樣 人生如氣 無論你從觀眾的角度去看 或是從那個戲裡面自己演出來去看 都是令到人有很多的反省 那聖經裡面 對人生如氣又有些什麼的啟發呢 或者有些什麼的說話可以給我們去參嘗一下呢 那聖經裡面就沒有說到人生如氣這句說話 但有一句說話可以給我們都隱約看到 有一個好像在一個戲台裡面所扮演一場這樣的劇情在那裡 他的經文是在哥林多前書第四章第九節 當日仕途寶羅他講到說 他在這個世界裡面 他所做的事情裡面 好像 好像就是怎樣呢 他說 我想神把我們作仕途的明顯列在末後 列在末後 他就是說那個行列當中裡面 好像這個巡遊那樣 他就在這個巡遊的那個行列裡面放在後面 他就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這個角色真的很悲慘 是被人捉了 還要被定死罪 現在是去遊街 走在拉尾裡面的這樣 因為我們成了一台戲 給世界天使和眾人觀看 那這句說話 當然是他自己一個的親身 對於他面臨的處境 是一個表達的方式 他就說現在 他不是在做戲 是一個真實的事情 但是他說在人的眼中裡面 他就好像在眾目攜攜之下 來到被人去鑑賞 或者去看清一下他是不是怎樣的人 或者他所做的事情是怎樣 能不能夠被人接受 有事就是這樣 另一句說話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覺得 雖然沒有說到戲文 在《傳道書》第三章第一節 在所羅門王的智慧對人生的觀察裡 他用了這段的說話之外 我們用《讀經》的時候有讀的 是第一節裡面 他說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每一件事務都有定時 大家體會到這句說話的意思嗎 換句話說 香港每一件事務都有一個期限在這裏 有一個sell by date在這裏 不只是我們去買東西 或者是食物裡面有一個期限在這裏 過時就是沒有用的了 人生裡面或者所發生的每一件事務 都是好像有一個set了的時間那樣 發生的時候 可能是我們聯想不到 好像我們今天 無論是大小的事情 或者今天全世界是面臨這個疫情 沒有人想的 但是就這樣發了出來 那最近我也看到新聞 那個疫情有些國家是能夠可以控制到 控制得很好 但是突然之間在印度 突然之間再爆發一個很大的疫情 是令到他們手足無躁 連是氧氣都缺乏 我看到有些記載 我看到都很心酸 有些人去到醫院裡面 他真是求那些醫務人員 他說求你看看我的親人 有一個video看到 他說完之後 他說跟著不夠幾分鐘之後 他的親人就過世 一個朋友跟我講 他說他在做工的時候 是上網 跟他的同事跨國的去開會 他開會的時候 他那個同事在印度 他說每半個小時 那個同事又說 哎呀不好意思了 我又有一件悲慘的事情發生了 我又有一個親人過世了 每半個小時 他說有一個親戚 有一個家人 就因為這個疫情而離世 所以有時候我們真的很感嘆這句話 凡事都有一個定期 生有事死有事 不是我們能夠控制 但有時候我們也看到 好像世界上發生的事情 都是會有一個循環在那裡 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呢 就是有時候歷史會重演的 所以這個傳道書的作者 所羅門他說 他說我們觀看萬事的時候 看不到有什麼新事的發生 他說日光之下是無新事 從一個歷史的眼光來講 歷史裏面所發生的事情 在不同的時代或者不同的地方 都會再一次的出現 是吧 甚至世界大戰第一次完了之後 很多的國家都希望 不要再有這些那麼大的戰爭 來到去出現了 是很可惜 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做一次發生 無論在大小事情裏面 或者我們人生裏面 我們人生裏面 如果是長壽的一百歲 已經真是很難得 是吧 今天可能已經是有科學和醫學這麼聰明 是能夠可以給我們有延長一點的壽命 但是都很少真是能夠可以活過了一百歲 但是在這一百年當中裏面 我們可能是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可能人生裏面我們是經歷過不同的一個劇情 也都可能是體會到有不同的事情發生 但是有時我們真是會同意聖經所講的說話 凡事都是有定期 有一天我們在這個舞台上面要退下來 有一天在我們面前的舞台就好像落幕那樣 我們看不到的了 這個令到我們有什麼的感觸呢 令到我希望大家去回想一下 我們對於你和我 在這幾十年 無論在人生的舞台上面 或者觀看人生的舞台裏面 你滿意嗎 你滿意嗎 你滿意你自己的表現嗎 你今天扮演你的角色 或者用比較嚴肅的 你承擔這一個角色 你負了什麼責任 你負的責任 你所做的 你自己給回自己 你會給多少分呢 你很多時候看戲 要看一下影評 影評說不好看的 那我們就不會選 如果我們自己看回自己的評價 你今天你自己扮演的 或者承擔的角色 可能是你自己不想選擇的 有些人說 甚至在家裏面不開心的時候 或者家庭上有問題的時候 我不是選擇的 我不是自己選擇在這個家裏面出生的 我沒有得選擇的 這個爸爸這個媽媽沒有得選擇的 我這些兄弟姊妹我沒有得選擇的 我生了出來就是這樣的了 但是有些事情 我相信我們可以 都是在自己的範圍裏面 可以在某一個程度裏面 是控制去改中的 就是控制你自己的情緒 控制你自己要怎樣 在這個有限的角色裏面 去發揮你自己的角色的意義 很多時候我們問一下 我們為何會在這裏呢 我們做這些事情為了些什麽呢 有沒有想過 我們這麽辛苦 我們為了什麽呢 為了我們下一代 為了我們家庭的尊嚴 為了我們自己的一些夢想 這些都是很自然和理所當然的 我不是想給大家一些什麽的答案 我想提供的就是一些的問題 令到我們去反映一下人生 和人生的意義 最後一個就是 究竟我們有幾多時間 可能我們現在是年紀 到這個階段 覺得那個時間真是越來越走得很快 有沒有那麽感覺 我的感覺就是 這句說話真是令到很多人 是有一個迴響 人生有幾多個十年 現在我不是說幾多個十年了 人生有幾多個年 有幾多個一年 你有幾多個時間 會在這個舞台裏面 還有機會發揮你的演出呢 所以有些人說 我無論是承擔 或者扮演什麽的角色 什麽的身份 無論我演出的時間 有幾多或者有幾少 我都盡力去做好它 你同意嗎 最近在香港有一位 很資深的演藝界的前輩 過身 很多人是對他很有景仰的 有句說話 是我幾 想跟大家去分享 值得去思想下的 這句說話是形容這個演員 他說他的人生的起步 比人是起得慢的 他不是很多的成就 不是拿了很多的獎 不是很多人的口中裏面的偶像 但是他說在他生命的終點的時候 他跑得最美麗 因為他人生裏面 他所影響的 是不少不少的人 他是基督徒來的 但是有些不是基督徒也好 對他的評價是十分高 他說他人生 他說他對人對事很負責任 但是他的人很真實 他做事他演出每一個角色 他甚至是一個閒角 一個人家不起眼的角色 他都是全心全意很忠誠 很敬業的去做 這個影響力是十分十分的大 所以無論我們今天要承擔 或者扮演什麼的角色 用什麼的身份 無論我們演出的時間就有幾多 我們都要好好地去活出來 越練越精 因為生有事死有事 不是每個人有一個很長的壽命 所以生命不是在乎長短 而是在乎我們在這一段的人生裏面 是活得精彩 你人生的哲理是什麼呢 有些人說我人生的哲理 就是盡量地去穩 盡量地去做 以至我能夠盡量地去享受 工作得盡量地去玩 無論你人生的哲理是怎樣 有一句說話令到我們很反省 就是也是傳導書所說 人在所牢碌的事上 得到有什麼益處呢 我們在人生裏面有很多的拼搏 是否只是在拼搏的當中裏面就好像玩大富翁那樣 哪個找得最多就是最成功呢 是否呢 你是否這樣想呢 或者在人生的舞台裏面 你是可以希望得到一些的獎 這個獎 無論是一個最輝煌的獎 或者是奧斯加的金像獎 我想有一天這個舞台的獎就會落 人生就是這樣 我們想在這個舞台裏面呈留下 呈留久一點都不能夠 人生裏面 如果有機會的 我們想不想重新開始過呢 生命有沒有take to呢 有時人生裏面我們都有些個遺憾 令到我們真的有些句句說話 可不可以再次來過呢 如果再有機會讓我再經過這一段階段 如果再次讓我上學 我可能呢 是更加的去用心 或者我再有機會去做 當日面臨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會做得更加好 但是很可惜 時間不能夠容許我們 有時我們很無奈 有時人這句句說話 就是人生裏面 就好像一個的謎那樣 這個的謎不是說猜謎語的謎 可能有時人生裏面好像一個謎語那樣 我們找不到一個答案 或者在人生裏面那些很迷惘 我亦想引用這個現代的這個 查理卓別蓮 他說人生裏面 就是好像一場的戲 你是沒有take two的 所以你無論是笑好哭去跳舞好 你是很認真地來活好 當幕拉下來的時候就完的了 可能你落幕的時候沒有人拍掌 沒有人送花 沒有人再記得你 無論你怎樣的努力 無論你有多少的成就 你都會在這個銀幕裏面退出來 是否有意思這句說話 我們當一個演員的時候落幕 我們就要在個舞台上走下來 無論你想留多久你都不能夠留 真是如果有take two 如果有take two 是不是好呢 人生裏面真是沒有take two 傳道書這句說話 亦都是很有令到我們反省的 他就是神造萬元 國安其事成為美好 神所做的一切其實真是很美麗的 我坐車來的時候 我和張牧師都是這樣嘆 他說我們說到 其實神將我們放在一個很美麗的環境裏面 我們所需要的食物 完全都是在這個泥土裏面生出來的 甚至我們今天的藥物都好 絕大部分絕大部分甚至是西藥都是在地裏面生出來的 西藥很多原來是植物的提煉來的 是有些是用synthetic chemical製成的 但是那個成數是很少 這個是吧 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 人不能夠分靠 不僅是神造物的奧妙、神的智慧我們不能夠拆透 甚至我們自己以為可以自己掌管我們的生活 我們其實都不能夠拆透,人生就好像一個迷 我們就好像盲中中,就好像很無奈去到某一個地方 遇到某些事情 我們希望在我們這個舞台裏面 是有一些比較自己令到滿意的事情發生 所以有時令到人會有一個這樣說話 既然我們不能夠可以在這個舞台裏面長留的 我們就是盡量的去享受 所以work hard,所以能夠可以play hard 我可以賺多些,那就是今天一個很現實的世界裏面 有錢就能夠可以滿足我生活上的享受 所以無論是飲食 我們忠心追求的就是享福 圣經裏面也有這句說話 他說我知道人除了終生起樂立福 沒有一件幸福的事,你個個都想享福 個個都想開心,並且人人吃喝在他這一切 做小時候就希望享受父母的福 結婚的時候就希望享受到婚姻裏面的美滿的甜蜜 做爸爸媽媽的時候就希望享受到家庭的溫暖 今天或者是年長的,我們都希望享受到兒女帶給我們福 最近一些朋友聊天的時候,他很享受做祖父和祖母的享福 甚至他靜靜跟我說,他說,以後我女兒搬去哪裏呢 我呢,都會埋著我們的家庭,搬去近他的地方 他說,因為離不開我的孫子,我們追求就是享福 所以我們覺得人生裏面是否只是吃喝玩樂 我們享受就是一切呢 某個程度來講,如果你撇開神 和自己的精神上的追求,在肉體上來講 其實已經達到的了,吃喝玩樂 其實,聖經裏面再提醒我們,原來這不是必然的 食得不是必然的,到我們這年紀,有些朋友跟我們說 他說,我們小時候沒錢買我們自己想吃的東西 現在有錢了,可以自己買什麼吃都可以了 但是呢,健康不能容許我可以吃我喜歡吃的東西 最近有一個朋友,他說,我很喜歡吃花生 他吃花生不是很貴而已,是吧 其實人生裏面有時是很幽默的,給我們看到 很小小的事情都能夠可以給我們很開心 但是很小小的事情呢,就是將我們這個幸福 好像就完全的就拿走了 所以這句說話其實提醒我們 原來我們享受這個現有的階段 都是神的恩賜來的 是神給我們的賞賜 不是我們得的,不是應得的,不是必然的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你的舞台在哪裏呢 我今天開始的時候,就跟大家說 沙士比亞說到,人生就是一個舞台 這個舞台裏面,我們除了是自己可以做觀眾之餘 原來這個舞台裏面,就有其他人 還有神在這個舞台的前面觀看的 正如保羅剛才說,他就說好像 是在天使,在眾人的面前 這句說話其實帶給我們看到 在神的面前,看著我們做一場的戲 如果是今天在神的面前,看著我們做戲的時候 我不知道神給我們有些甚麼的評價 不知道神對你的演出有些甚麼的滿意 或者不滿意的地方 在這個觀眾裏面,可能有些人會鼓掌 為你打氣 但我不知道神看到今天,你和我在人生這個舞台裏面 所扮演的角色,所活出這段的時間裏面 他會給到有甚麼的評價 當我們在銀幕裏面吐下來,創造我們萬物主宰的神 會怎樣看我們 所以聖經裏面有些句說話,亦都給我們很大的提醒 就是說我知道神所做的一切都傳到永遠 無所增添,無所減少 這句說話就是我們不能夠抗衡神 在這個世界上要成就的事情 就好像在一個舞台上面,有一個導演在這裏 這個導演有一個劇本在這裏 做完這場戲的時候,他要將這場戲推到某一個方向 這是做導演和編劇的責任 原來在人生的舞台裏面,神就是一個導演 所發生的事情,有時我們很無奈 有時好像一個迷 因為我們不是那個導演,因為我們不是編劇 神就除了是編劇,除了是導演,祂都是觀眾 神這一樣做,是要人在祂面前傳敬畏的心 我覺得最後這幾個字,亦都是很有心意的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我們自己就以日自把自為 人生就是自己在我們的手裏面 我們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我們怎樣去發揮,這個是我們自己個人的事 是我們個人的自由 你想清楚是不是,有時真的你自己都好像很無奈 在這個角色演員當中裏面 詩人是提醒我們,我們要敬畏在當中裏面 當我們人生的幕是拉下來的時候 我們要面臨的,不只是觀眾的評語 而是在神的面前 聖經裏面,在哥林多後書第五章第十節 這句說話是很有心意的 也說到這個台,這個就不是人生的舞台 因為我們在這個人生的舞台,當落幕的時候就要離開 我們去到哪裏的舞台上呢 哥林多後書第五章第十節 這句說到說,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顯露出來 這個基督的台前是什麼呢 我們就是面對面,要見到神的時候 在基督的審判的台前裏面 神就是這個世界上的執政、掌權 也是神最後的審判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都要顯露出來 那個時候沒得遮的了,沒得擋的了 聖經說到要叫各人按著所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惡受報 我們所行的或善或惡去受報 這句說話真是令到人很大的心醒 我們大家如果在神的面前 真是要老實去看看自己的時候 我們怎樣看呢 人看我們可能呢 就是看到好像一個角色,很漂亮的角色 這個角色我用了一個好像一個小丑那樣 他畫的是一樣,但他自己可能呢 心裏面是另一樣,是不是 人生裏面如果我們很多時候會不會有一個這樣呢 有一個畫面被人看到,外表上面是很漂亮 外表上面是好像很好,但裏面上面可能不一樣 或者我們在人的面前好像很開心 但我們在裏面是很不開心,只是自己而知 對人歡笑,背人仇,有很多事情就是這樣發生 但我們現在去到一天,就在神的面前 要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或善為惡 要受報應,受神的審判 我不知道你和我,在神的面前 會有些甚麼的得度呢 聖經裏面也是一個可以回應我們的 我剛才和大家說生命有沒有tick to呢 當然生命就是沒有tick to 但有一件事可以有tick to的 有甚麼tick to呢 又是哥倫多後書所說的 他說,如今在基督裏,凡有人在基督裏面 他就是一個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這句話,不是說我們可以從一個地方再出現過 或者好像聖經講到,重生 不是好像入到我媽媽的肚裏面 再一次生出來的重生 這個新造的人,換句話說 就是今天在神的面前我們可以做一個完全改變的人 完全改變的人,被神所做的人 這個創造是怎樣的創造呢 不是肉體上的創造 而是在我們那個心靈上面 我們屬靈上面的真實的創造 我們可以有一個新的開始 在我們一連串主日的二副所的系列裏面 我們今天不會再重複 但所講到很清楚的就是 人本來就是在罪的當中 是可以說是死在罪的當中 跟神是隔絕的 在神的角度裏面 我們跟神是承不上任何的關係的 罪的公解就是乃是死 所以我們每人都有一死 但是死後且有審判 去到耶穌基督的台前裏面 我們會按照我們所做的一切 人家不知的 或者我們不想被人知道的 都要顯露出來 但是我們今天 不需要等到將來見到主的面 我們可以靠著耶穌基督 在罪的當中裏面被祂拯救出來 成為一個新造的人 這個不是我們自己的行為 也不是我們的出生 沒有一個能夠可以自誇 不是我們的表現 不是因為我們在一個人生舞台裏面 所扮演這個角色是多麼出色 所以神是給我們一個個獎 不是 不是 完全是神的恩典 當我們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應聚悔改 願意去接受耶穌基督十字架上 為我們想成就的救恩 接受祂成為我們救主 我們一生一世 願意去追隨祂 信靠祂 這就是聖經說的重生的意義 所以保留說 我們今天在基督裏面重生的人 就是祂新造的人 神將祂的靈放在我們的身上 耶穌基督進入我們的生命裏面 充滿我們 改造我們 帶領我們 你願意嗎 一起祈禱 將我們感謝祢 我們有時真的體驗到 人生裏面好像很胡鬧 或者有時很無奈的一場戲 但其實我們知道這些事情不是偶然 而在當中裏面 不但是我們的出現 我們的出世 主呀祢都是由祢的美意當中 主呀 實在在祢的面前要承認 祢是做我們的主 主呀我們求祢是念吻我們 我們所做的一切 有時真的很多時候 自己都不會自己是滿意 自己不應該做的 我們反去做 得罪了人 得罪了你 主呀求祢是念吻 求祢赦免我們 求祢幫助我們 是做一個新造的人 讓耶穌基督 成為我們的救主 帶領我們 帶領我 帶領每一個真心歸向來的人 以致我們今天 在人生裏面 無論我們要演出的時間有幾長 我們願意都可以用一個 跟隨祢的心態 活出一個精彩 顯出祢的榮耀的生命 願主你自己得到榮耀 願祢的救恩 臨入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奉耶穌基督的聖命 阿門